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侯爷今天也劳来一天了 早点回房休息吧 牧区桑盛都回来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啊 也不怕危险 那侯爷要出去接夫人吗 不去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睡不着 想在这儿 守卫座友 好 这么晚回来 最近很忙啊 不如宁大人忙啊 皇商大会的大小事都事无巨细 你真是辛苦了 我今日没去是因为 休屋顶 你都知道了 知道 是秦义贤叫我去 然后我 我都知道 你不用解释 老大子 我是想给他一个警告 我是真的想帮他修五顶 你别后悔啊 你不会以为我吃醋了吧 没有吧 没有 人走了没有 走了 不早说 演戏吧 还当真吗 我 感情甚堵 抗力情深 没错 的确如此 以手下之鉴 咱们不需要再继续监视宁宇轩夫妇的感情状况 还是应该从其他方面下手 元朗最近怎么样 元帮主虽然一直在结传 但是 据属下暗中打探 他不仅从未成功 而且每次结传都颇有敷衍之意 以蛟龙帮的身手 绝对不可能次次都失手的 元朗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把他给我叫过来 是 侯爷吩咐的事情 全部都安排好了 还有 如月郡主这两天 高价招募海芳的熟练女工 精通制作命织者 十有八九 亦被雇佣 他还是这些老招数 林剑星那边有什么新的动箱吗 最近几天都没有眼线在出现 属下猜测 林剑星 已经不再怀疑宁和夫人了 看来也没必要再演戏了 他也没理由再住在这儿了 既如此 那这两日我们便收拾东西 离开县阳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既然 我想回归海昊 不认识 季小姐 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 需要你去办 何事 跟我来 你这样太重了 细一点啊 一定要细一点 这样它的粉质才会细腻 知道吗 姐姐 你这个 太多了 太多了 拿出来一点 来 放这儿 来 就这样 这位杨嫂家里是做鲜花生意的 自从我们将码头让交通帮管理之后 鲜花美质都能顺利入口 宁夫人 生意也好了不少吧 感谢宁夫人 生意特别好 周嫂的丈夫原来是个赌鬼 自从我们将九木赌方查封之后 她的丈夫便去码头谋了一份差事 最近也没在赌了吧 是啊 宁夫人冰雪聪明 那日在赌方育夫的时候 我丈夫就在场 她被你的果敢典型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赌过了 这些人都是你找的 我想到了如月的手段 并让鬼白暗中联系了大家 大家一听时帮你的 都抢着要来干 我觉得这些人 比起 归海号上的人来说 应该更适合制作面织一点 而且此事 如月绝不会知道的 谢谢 谢谢 白芙苓还可以再多放一些 对 再放一些甘草 好 好 请不吝点赞